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无人气的出口管制 中国是否早有准备 那中美交锋的局势是否已经出现翻转呢 面对美国 中国从受压到突围到领先 接下来将会是什么 视频天下关注天涯 首先 时关世界 欢迎回来 最近全球的目光都是聚焦在两个领域 一个就是中东 另外一个就是奥运 在上周节目当中我们也谈到了 如果中东局势为什么这么乱 以及如果继续乱下去的话 会不会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么在中东局势逐渐失控的同时 我们非常欣喜的看到 象征着人类和平的四年一度的奥运会 已经是落下帷幕了 虽然说赛场上比的是体育技术 其实背后也是弥漫着不少国与国之间这种较劲的氛围 那还有一个永恒的竞技场 不容错过 那就是中美之间 那美国参议院在日前 就是它的军事委员会通过了 2025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的草案将中国的大疆无人机禁令的条款给剔除了 意思就是解除了对于中国无人机输入美国的管制 那时间是从9月1号生效 无巧不成书就在美国解除了对于中国无人机进口限制的同时 中国却在日前宣布了一份加强对于无人机管制出口的清单 实施的时间也是9月1号 这种针对的意味是不言而喻 中美的博弈交锋竞争甚至是斗争是无所不在 这样的形势发展也是加剧了全球这种紧张的局势 大家很关注的是 最后会不会一步一步的走向冲突或者战争 沈先生这些局势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和研判 没错最近这一阵子大家目光的焦点 无非都集中在欧洲战场中东战场 还有奥运是吧 那么前一阵子还有全球的股灾等等 但是说到底您刚刚前面提到 中美之间交锋跟博弈 影响到的还是全球最根本的未来的和平跟发展 我相信这个还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个焦点 没错就说这些年大家觉得好像中美关系 越来越不对劲 越来越人着急 那这个事情如果发展下去的话 会不会真的是走向战争呢 走向战争呢 这概念如果再倒退20年 甚至于10年之前 很少人会想到中美会走向战争 但是最近这5年 最近3年 最近好像谈的人越来越多了 特别是战略家 是吧 我这边就可以举到一两位战略家 首先呢 我们就以前提过这个艾利森 就最早提出那个什么 中美之间老大老二矛盾的艾利森 他呢最近又针对中美关系提出一些看法 就艾利森教授 之前您谈到过就是哈佛大学 那个最早谈到休息底德陷阱的这位学者 对不对 他呢提出这概念之后 他就关注中美之间 作为老大老的关系 会不会越来越紧张 就在前几天呢 针对中国奥运的一个表现 他在美国的国家利益杂志上 发表了一篇评论 我很同意他的观点 他说由中国奥运的表现呢 正好就印证了中国的全面崛起 为什么我很同意他的观点呢 你可以看到啊 大概中国第一次的奥运 那个时候在1932年那还属于中华民国时期 只有一个人参加 当全球这个标题就是一个人的奥运 那那个时候的中国正在战乱中 很贫穷很贫弱 所以那个时候根本不可能有好好的表现 那现在的情况 你可以看到年轻人00后 营养又好 长得又高 训练又好 这当然就代表一个全面性的一个进步 崛起才会有的现象 那么所以呢 埃德森就提到这概念的时候 就回到我们刚才讲了 他最近关注中美这间交锋呢 他就根据500年的历史 找出了16对老大大的关系 然后就发现到其中12对75%概率的 是有战争的 25%幸免于战争 所以他特别关注到中美未来走势 就是说中美两强这种 就是在休息底的理论陷阱当中 就是说陷入战争的这种概率 还是非常高的 比如说是 可能是走向和平概率的三倍 难怪大家会觉得 这种中美的走势会非常的诡诀 还有没有别的学者会对此有一些观点 另外一位就是我们最近不久前也提到的 就是基辛格 基辛格去年去世 去之前接受一个访问 专门谈到中美关系 他认为中美之间还有5年左右的时间 5年到10年可以避免战争 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认为美国现在还是采用 尽可能采用和平遏制的手段来对付中国 如果美国发现他这个手段对付不了的时候 他认为美国就会 或者美国应该采取武力遏制的手段 武力遏制是武斗的意思是不是 那还有另外一个方式是什么 是和平遏制 和平 这是什么意思 和平遏制呢 坦白讲从奥巴马舌带到 特朗普到拜登所采取的一些手段 不管是贸易战 科技战 基本上都属于文斗 和平和平崛起 用你刚才话来讲 就是中国人讲的就文斗嘛 这个文斗是一直都有 所以呢 用基金观点来讲 他现在就关注 现在还是属于文斗阶段 那会不会到武斗 就大家关注 他这个说的很有意思 就是比喻是 我们很能理解 就是说武力遏制是武斗 然后和平遏制是文斗 对 武斗可能大家会比较能够想象到 所以文斗的话 有没有一些例子 我刚刚不讲了很多例子 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中美之间 这个很多很多都属于 那现在眼前手边 再举一个例子 就你刚前面不提到 这个美国刚宣布要解除 对中国无人机进口的管制 那么中国又宣布 要加强对中国无人机出口的管制吗 这就是一个文斗的例子 那我们就把这个事 把这个事好好分析一下 就是梳理一下 来录去脉 因为大家也很关注 这个事呢 我就觉得美国经常在做一些 做简自负的一些 这个这个蠢事 美国这么做呢 实际上搬石头扎自己脚 用我的一个脚头看 也是活该 那也印证了 所以我们看到 今天中国跟美国交锋 中国已经走到了一个 可以改变中美之间交锋的逻辑 或者是 已经进入到一个 可以反制美国的一个阶段了 先生您最后一句话很重要 就是中国终于开始反制了 而且这个反制的领域 正好是无人机 也就是最近这么多年 突然间横空出世 突然爆红了 这无人机对大家来讲 确实比较新鲜啊 十年前大家无人机的印象 就是遥控无人机玩了 对不对 或者最多空拍 在俄乌战场一来 大家就发现了不对 这无人机太厉害了 这个无人机一开始它侦查 那么然后呢 插打一体 侦查完了以后 直接可以对付 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短视频里面啊 这底下的一个坦克车一裂的 那个上面无人机 蹦蹦蹦的坦克车就完蛋了 所以这无人机呢 改变了战场的形态 那么更重要的是 无人机很难对付 首先它没有像导弹一样的轨机 你用反导系统很容易对付 而且更重要的是 成本划不来 一个导弹来对付它 导弹的成本是它 千倍万倍都不止 那无人机便宜嘛 所以无人机 基本上现在越来越受到这种事了 的确这两场战争啊 让大家对于无人机的利害 有了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 就是说可以 甚至说无人机 它改变了战争的一个形态 无论是中东 还是俄乌战争 对 尤其最近这些战争啊 就是所以 所以无人机大卖特卖 最近这几年 是吧 那加上中国呢 正好是无人机最大的生产制造国 再加上中国有深圳的大疆 对吧 你讲的没错 这个你要深圳大疆 现在是全球无人机市场 占有率70% 以上 那么剩下30%还是大疆以外的 中国的无人机的一些企业 简单的说就是无人机整个市场 基本上是中国企业在那边控制的 明白 就是美国所谓的说中国无人机的垄断 但是您所提到的这些无人机生产上 包括像大疆 他们生产都是民用无人机 应该说民用军用是不同的 民用军用在功能上当然看的区别 民用的话农业 撒农药啊 或者刚才讲空拍啊 或者是外送啊什么等等 或者是测量这些都是民用啊 包括那个安保 是吧 军用的话就刚才讲的 就是侦查跟打击了 是吧 功能方式这样 实际上呢 技术上也很容易转过去 就是民用的无人机 加上某些技术以后 就变成军用无人机 但最重要一条 这个变成军用无人机的话 它有整个国家的一些科技配套 包括这个GPS的导引啊 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里面有这个差别 但里面还是有一些科技的含量在里面了 明白 就是说美国是担心的是这种民无人机 然后被军用化 或者说落入到一些恐怖分子的一些手上 或者美国不希望看到的一些人的手上 这样的话会影响到美国的安全 和所谓的全球秩序啊 所以说就美国要对中国的无人机去下手 对 除了你刚讲的一些理由之外 我觉得还有最重要的理由 就是美国看中国什么东西都不顺眼 尤其你如果垄断了什么 他就对付你 是吧 所以这个背景下 美国在6月22号 就这个就不久前了 美国众议院 你要众议院的水平就不行了 他们就觉得 我们要管制无人机 你这个太过分了 全球在卖 我们就管制你 这个不准中国的无人机进口 有这么一回事 但后来这个情况发生变化 是因为有人反对有人抗议吗 没错 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美国那个不同的农业部门 安保部门 警察部门 消防部门 甚至于国防部门都抗议了 你叫我怎么打仗 无人机买不着了 买不着我怎么打仗了 包括在乌克兰战场上面 对吧 所以在这样的压力下 美国不得不招令席改 上个月才通过了 然后才宣布 所以要重新解除对无人机 中国无人机进口的管制 同时还一口气下单 2000万美元向中国大江无人机的一个订单 但中国方面后面的一些行动 没想到 真没想到 美国万万怎么都没想到 就在他宣布 说从9月1号开始 要解除管制的时候 中国没多久就宣布 我们要优化或者管制 中国无人机出口时间 从9月1号开始 所以这个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9月1号这个时间点 到底是一种巧合 还是一种有意而为之 正好是那天就说 你不得不放开的时候 你要买的时候 可能我告诉你 对不起我不卖了 我想很多人都会觉得 也应该是有刻意的吧 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宣布之后没有多久 中国就宣布了 你要解除 对不对 你要想买 对不起我先不买 就跟着你宣布说 你要想买 我就我宣布不买 所以可以理解为说 中方其实是早就有准备 早就看准了说 你美国是不得不放开 这种无人机的管制 而且呢 就说是做好了一个什么呢 伺机而斗 你哪一天去放开 我哪一天就限制 是不是有点感觉 讲的对 完全正确 就是你 中国看到你各部门都需要无人机 包括你军事部门都需要嘛 结果你傻傻的说 你要限制我中国无人机 对你的出口 好 我就看准你 迟早有一天 你会反悔要改变 对不对 我就等你宣布 而且我就等你宣布说 从哪一天开始 我就宣布从哪一天开始管制 他这个针对性就非常强了 就是完全没有给美国留任何面 怎么看中方的这个举动 我觉得中国啊 过去这一段时间 确实受了很多 这个美国的打压 那股气 让美国一下限制出口 又限制进口 又限制所有 这个机器设备不准卖给你 又把你列入什么什么清单 没完没了 对不对 过去这几年都是这样嘛 中国就受压 不断在忍 不断在忍 那今天终于等到这么一个机会 明明看准 这个代表中国在这方面的实力 跟潜力 已经有了 我终于有这个实力了 我就对不起 我要下重手了 所以这次呢 我是 我就觉得刚才我们前面讲文斗 我认为这个就是中美交锋 文斗中非常典范的 非常漂亮的 一个例子 的确 如你所说 在长久的交锋当中 中方好像始终处于一个劣势 美国是咄咄逼人 那现在从无人机的反制事件当中 好像是一个拐点 是不是意味着中美的博弈出现了一个翻转 那么另外文斗之后有武斗 那中美博弈的一个终局会是什么 我们进入到七轮古今 好 进入到七轮古今 刚刚我们谈到啊 长久以来中美之间的交锋和博弈 基本上都是美方在上风 中国在下风 美方的是主动 中方的是被动 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 在关于无人机管制领域的交手上 形势发生了变化 美国呢 是从主动可能会变成被动 从原本处于上风 会变成处于下风 实际上是怎么来评估 中国这次的一些反应 首先呢 我觉得中国这次反应 确实刚才我讲触手也很准 也很狠啊 就是达到了美国跟西方的一个痛处 七寸 要害 说明中国在这方面的潜力啊 这个实力已经不容低估了 也就在一定程度上 也就我很同意 就是中国跟美国的一个交锋里 应该开始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跟过去不一样了 这个所谓的达到要害 或者是达到这个七寸呢 我这边就举个例子啊 我刚查了一下 中国无人机出口很多 是吧 最大的买家 我给你三个 或五个答案 你就猜不到 最大的买家 河南 其次是美国 再其次是俄罗斯 那河南为什么买这么多 因为河南接受北约 NATO的这个委托 专门用中国的无人机 组装什么东西 下订单 就专门 然后提供给乌克兰 一年要一百万家 所以美国在9月1号这么一来 中国停止了 我不晓得对于这个乌战场会有什么影响 令人好奇 那我明白这个整个就是牵一发动全身的感觉 就是为什么说是打到了要害 打到七寸 对 估计这个美西方的头有点大了 那我有个问题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美国或者西方国家是可以 在中国的这种倒逼之下 自己去创新去实现无人机突破呀 倒逼这个字 我们经常用都是被美国或者西方倒逼中国突围的是吧 那现在倒过来 我觉得美国就不太容易了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本身的科技力跟制造业能力已经弱了 特别是我们这次管制无人机出口 你可以看管制的清单 不光是无人机的成品 甚至于关于无人机相关的部件 或者是一些高科技内涵 基本上中国也就把它管制起来了 就不让你出口了 那你怎么搞啊 有哪些技术呢 你看看那些我们出口图板啊 那些高科技你看看 好我们看一看这个中国无人机技术和零部件 包括了像第一个是高精准惯性测量设备 第二是合成孔径雷达 第三个是航空发动机 第四个是无线通讯设备 第五个是五架次以上无人机群的控制技术 所以说这些技术和零部件都是一些 就黑科技或者说是高科技 就是非同一般的实力 它们不见得会一日能突破 没错 你可以看到就是刚才讲 前面那些可能一般人未必懂啊 除了这个发动机外 那个五人以上大家就懂了嘛 你可以看到中国很多城市的表演 包括这是巴黎奥运 数千架五人机的表演 那中国现在管制 五人以上那种这个技术 我都管制了 你说那个战争的时候 数千架数百架铺垫盖地 像黄冲一来 那多可怕啊 所以中国在这方面技术都掌握住了 所以就回答你刚才的问题 所以中国我觉得中国的实力已经 就是让中国跟美国或者西方的一个博弈 应该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了 您判断这就是一个拐点 就是那个拐点 对吧 就是说是中国可能会从下风变成上风 从被动变成主动化 那关于这种态势的转变 我们能不能再具体展开一下 我想这个你刚才讲的 中国处于下风这个历史太多了 长期以来中国被美国打压了 随便举几个例子好吧 GPS 当时中国这个就银河号事件 被美国刺激了 中国搞北斗 搞北斗的时候 美国还不准中国跟这个 这个欧洲联合作 然后还有顿购机 顿购机就是能够挖隧道的那个 那个特殊的机器 西方管制住了 这个预警机 这个现在战场上最重要的预警机 中国要发展 美国是打压 以色列不准中国发展 那么医疗用的很多 这个什么核磁共振的一种设备 都是高科技的 这些呢全部给管制 但是中国呢 基本上后来一个一个给它突破 您所说的这个受压的阶段 好像历历在目 大多数中国人都是经历过体会过 但好在这个阶段并不是很长 你看比如像GPS之类的 慢慢的 中国好像都已经实现了突破了 和克服了 这个就是倒逼 这个就是倒逼 所以这个无人机 中国现在这个 我所知道的空井 不要说2000了 空井500那个水平 已经超过美国那个 这个水平了 然后电子弹射 我刚前面露掉了 这个现在美国 这个中国的福建舰 这个电子弹射也超过美国 这个马尾 美国说要领先就领先美国 很多这些现在不但反超 而且基本上领先 所以这也难怪 这个真正内行的比尔盖茨 他就明白了 所以当前几年美国想要打 打压中国这个芯片的时候 比尔盖茨就警告美国 千万不要做 你这样做的话 过几年你可以看到 结果就出来了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 中国一定会被倒逼出来 中国不但倒逼出来 而且中国倒逼出来 这些结果 成本比你低 白菜价 这个效果 刚才讲的 这个雷达水平都超过你 就变成这样一个局面 其实从受压到突围 这个过程 已经反映出了 中国在科技里 在工业里的一些潜力 但当时好像只有 比尔盖茨这样的少数人 才能够认识到 他毕竟是专家 他了解到中国跟美国 美国发现的科技的一个领域 这一般人不太清楚 尤其是像美国那些政客 国会议员更不懂了 他们从来是狂妄 骄傲 自大 所以他们认为 我只要逼得你就会把你 逼到死路里面 逼到你绝路 然后看到中国 有些地方突破了 他还不相信 他认为你还偷情 他的那些技术 然后再翻到砸腻板 所以实际上 在这个过程里面 美国已经忽略了 太多的机会 中国从受压到突围 甚至于现在到已经 领先的地步了 就是说是从这个到反超 这样一个地步当中 其实我看到 还有一些不同的领域 包括像制造业的产值 中美之间 已经是实现了一个 差距越来越大 另外刚刚其实您所谈到的 一些科技领域 包括像预警机 像顿购机 还有像电磁弹射 中方其实都已经实现了一个 就是反超了 一定没错 所以你刚讲的 GDP现在还差美国一段 制造业是老早已经反超美国了 可是我们刚刚讲 举了太多例子 顿购机 什么核实共振 电视弹射 什么高超音速 基本上都已经反超美国了 美国现在还有很多人 根本不知不觉 甚至包括尤其那些政客 他完全不知不觉 只有像比尔盖这些人 略有一点感觉 是如此而已 那么甚至于 不但是在这方面 成品方面已经反超 甚至于在基础科技研究方面 一般人更难想象 中国业已经开始领先 美国反超美国了 说到这点 我有点不明白了 因为科技向来是美国的强项 为什么说科技也可能会被反超呢 我想一般人都感到很意外 我要不是没看到这个报告 我也会觉得意外 这个报告就是 美国资助的一家 澳洲的战略研究所 针对全球 不仅是中国跟美国 在现阶段 就未来这个阶段里面 一共有44项 属于高科技的项目里面 现在中国领先的有37项 这个我也看了看 这37项当中有什么 有电池 高超音速 无线电射频 甚至还有这个5G 6G等 对 那这里面呢 其实还可以做一些补充 我不晓得它这个37项里面 有包括这个 我前一阵举一个例子 就中国的材料科学方面 最近有个很大的突破 这个突破什么东西呢 突破一种用在引擎的液片上面 有一种必须要耐很大的高温 这一种材料被中国突破了 那第六代战斗机呢 很重要的一条 就是它那个引擎 它那个液片就必须要容忍 多少多少度的高温 如果你没有这个材料的话 第六代战斗机就不要了 所以呢就在最近我突然发现的 一个相关的消息 就是美国也好 这个日本也好 欧洲也好 因为很多第六代战斗机 美国都在研究嘛 因为美国看到这个日本 或者欧洲看到中国有第五代 第五代已经追不上了 就干脆跨一下这个第六代 但最近纷纷叫停了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个基本材料都没有 所以第六代战斗机 这个引擎根本就发展不下去 连美国自己都把推延缓了 所以这些都属于高科技的 基础研究的部分 也就是基础研究可能最后是 还会影响到你的军力 影响到国力 对 这是中国占优势的部分 那美国占优势的部分呢 美国占优势的部分呢 就比较少了 比方向小型卫星啊 是吧 对 然后这个什么 还有一些像这个疫苗 还有像太空发射 对对对 所以在他的研究报告里面 大概只有六项吧 我记得只有六项 所以这方面的差距是很大的 但一般人都不知道 美国国会也都不知道 真正的专家学者 你要看这些报告 你才知道中美之间 现在差距其实已经很明显了 我还看到这份报告中也说到 说中国在未来 可能会在一些领域当中 会实现一个更大的一个 就是那种所谓的 他们所谓的垄断 包括了像什么 合成生物啊 纳米材料 电池啊 5G啊 这个5G我就不太懂 为什么 因为之前中国在5G研究上 是取得突破 但是像华为这样的中国企业 已经被美国去打压和围堵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中国还能够取得突破吗 对 那不止如此啊 这个在这个报告里面提到 在这些领域 就是刚才你讲的这些领域 因为有十项领域 中国将来会垄断的 就全球垄断 你别的国家都不要进来 包括你刚才这些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 基本上是有的 依然是有的 尽管是在这样的国际局势之下 那么另外我们谈到说 事实上 现在大家觉得 好像我们是一个台阶 一个台阶 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往前走 对吧 你看从最初的受压阶段 到后来的一个突围阶段 到刚刚我们说到一个反超阶段 对 这不只是反超了 这个就突围到领先 领先之后就反超了 对吧 然后这个反超阶段 我随便就 已经不光是无人机了 无人机的反超 我觉得是一个很著名的历史 刚才讲 文斗一个很厉害 但无人机之前 中国其实已经有开始反超了 遏制了 反制裁了 我再举个例子好吧 这个有一种 这个稀有金属 叫做甲 一个金字旁 一个甲 还有一个金字旁 一个折 甲跟折 中国在去年开始限制出口 这两个东西对美国来讲 掐美国脖子 因为这两个东西非常非常稀少 但是用途非常非常重要 尤其在军事科技方面 用途非常非常重要 你少了那玩意以后 你的军事科技很多 包括引擎什么东西 都没办法再生产了 但这个东西 你又不能从各种 自然资源里面去提炼 不是的 它是在链驴产业里面的 一个副产品 这个链驴产业中国又最大 那么很多国家 现在已经放弃链驴产 因为他们认为链驴产业 有很多的污染问题 所以他们不搞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没办法得到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不得到 美国现在有 不是最厉害的第五代战 就是F35 F35的量产的进度 都已经减缓了 减缓的原因就是 因为他们一直玩 因此美国现在怎么办 美国现在收废品 从废品 就是已经用过的 再把那个甲 再把它重新找出来 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你看 所以这个在纹斗领域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阶段 刚刚我们谈到了这一系列的 不管说是从最初的这个受压 到现在你看 领先到后来的反制了 对吧 就是我们看到在纹斗领域 中国从劣势变优势 美国从上风变下风 大家觉得心里好像有点欣慰 但是不要高兴太早 为什么呢 因为基辛格说过 如果美国在纹斗 也就是在和平遏制方面 没有取得成功的话 那么它将会转向武斗 也就是武力遏制 那么中美之间是否会陷入 75%的战争概率呢 好 我们进入到评说新语 好 进入到评说新语 沈先生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呢 到底是纹斗还是武斗 按照刚刚的逻辑 基辛格说了 说美国如果纹斗不成的话 就会自然的会进入到武斗了 所以就要开始武斗了 它逻辑基本上是可以成立的 为什么今天谈这个题目呢 我就在想 到底中美之间会不会真的产生武斗 我相信很多人现在心里面都有这个担心 那么到底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最大的概率发生武斗 这是我今天要关心的问题 您会给出一个明确的时间点吗 可以给 为什么我可以给呢 我首先刚刚前面不讲 艾利森今天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从中国的奥运 看到中国的崛起是全面的 他的逻辑我刚才也分析了 我也同意 我也认为言之成理 那么当美国人一般都感觉到 中国在全面崛起 追赶美国 甚至于赶上美国 甚至于超过美国 那美国的压力跟焦虑感太大 所以我认为这个时候 发生战争的概率 就换句话说 用具体时间来讲 从现在开始到未来五年 甚至于到未来十年 这段时间 我认为中美之间发生战争的概率是最大 为什么呢 因为这过去一段时间 我们不会想过美国会找中国打仗 因为美国超过中国太多了 是吧 从建交开始 美国是把你当成好朋友的 真的开始发生矛盾危机的时候 是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 成为中国老二 美国老大修计理责陷阱的时候 那个时候开始紧张 从阿伯伯到特朗普到拜登 而且现在越来越紧张 是吧 因为现在差距越来越小 现在GDP差距现在已经很小了 刚才讲科技已经反超美国了 所以美国的压力当然越来越大了 所以说距离越短 反而是越危险 没错 有一天如果中国超过美国 而且远远超过 把美国甩到后面了 没事 因为中国不会找美国打仗 美国也不敢找中国打仗 那个时候 所以现在对中国来讲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全面的 而且是加快速度的 在未来五到十年里面 要追上 要超过美国 甚至还大大的甩美国后面一大堆 这对美国好 对中国也好 所以只有中国的一个加速发展 才能够让和平 这个25%的几率发生 否则的话 就可能会进入到 75%的一个战争 一点没错 OK 视频底下 关注听下 希望你喜欢 下周同学再会 再会